大家好,这里是望穿雨昕 那之前在很多小伙伴看完我那个小元搜题的一个题目 错题打印视频之后 会有人问我说有没有原体库的打印方法 当时说是没有 然后最近找到了原体库的一个老式版本的软件 就如果想要打印原体库的题目的话 可以通过这个老式版本进去然后打印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 怎么来打印原体库老式版本的题目 首先点击这里 然后你需要做的是右下角这边有一个登录 那因为我这边登录会显示个人信息 我就暂时布给大家看 登录完登录注册完之后 会要求你去选择你的任教科目 以及任教的一个阶段 就是初中还是高中科目 就包括什么雨树印里化生石地震 那当这些设置完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回到这个作业界面 然后最后显示出这样一栏东西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查看题库布置作业 首先这里的话它是可以更改教材版本的 包括总复习的时候可以更改考纲 套件可以更改那个地区类型等等 那我们今天就 我以数学为例的话 来稍微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那我就举例一些双指线的一些题目为例 我大概就 不是就是圆锥曲线题目 我来稍微挑选几刀 就是这样的话也是可以选择的 就是找到你的题目之后 在右下角可以打一个勾勾 那就以这三道题目为例 选完三道题目之后 勾定这个一选题目 然后进入到这个界面之后 可以点击去发布 我这里的话是 它需要建一个你的作业群 那我就自己有建一个群 然后可以去发布 那再回到这里点击 点击你的作业 作业详情 右上角的设计号 可以导出pdf文件 那这里就可以把你的这个pdf文件给保存下来 然后我用wps 打开这个pdf文件 我会用一个pdf转 doc文档的一个功能 然后把它转成一个lesgy world文档的类型 然后可以方便进行调下格式或者打印等等 那趁这个空档 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些就是 打印机的话我用的是佳能mg3680 是可以通过wifi跟手机支联的 所以我一般性的打印都是直接手机跟打印机支联之后 就进行打印不开电脑的 如果打印机 打印机是没有办法直接跟手机支联 或者怎么样可以通过 就是把那个文件然后传到电脑里去 再靠到U盘里或者电脑跟打印机连接去打印 或者是拿U盘去外面的店里去打印 就问题都不是很大 因为分享只是一个这种打印题目的一个方法 那现在转换完了 所以我就通过这个可以直接来编辑题目 然后稍微调整一下格式 因为大题的话可能需要一些写写字的一个空档 那现在我调整好了文档 就可以开始进行一个打印了 打印了好直接通过WPF里面的这个打印功能 选定之后稍微调整一下数据 比如说我要调整一下纸张就在页面设置里面选择好 然后稍微调一下数据 可以拉一下长宽高 然后确定之后 因为我是打印在火焰纸上 包括正反面的 所以我会选择先打基数面 选定之后 就所有的设置好之后在最后按下打印 然后就可以跟我的打印机去连接 关键 有点 打印 下瓶 在这里 下瓶 有点 可以 遇到 像